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落 落是什么 落是坏苦 佛家把苦分走三大类 苦苦 坏苦 行苦 这三大类得认识清楚啊 我们认识清楚之后 自自然然我们要想找真落 找永落 找到西方净土 那是真的是真落 是永落 你真能看破了 你修净土的功夫就得了 没有看破 还留恋在这个里面 那这些僧也只能说 各阿弥陀佛 结个善与 我僧没有把握了 那我们要到了极乐世界 这个境界就新鲜了 跟祝佛如来一样 依依依说法 一切众生都没有障碍 相容 相继 你们所享受的是什么呢 佛的眼睛很清楚 很明亮 你们享受的是苦啊 除了苦之外 你还享受什么 你们自己冷静想想 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 是不是受的苦 无论你做的什么工作 佛话讲的造业 造的什么业 善业 恶业 无济业 总而言之一句话 你所受的都是苦 没有恶啊 那个恶是什么 恶是大麻醉症啊 哪里是恶啊 苦海无边 回头是难啊 没有了 真正的墨是什么呢 极乐 心定清静 那才是真落啊 你们没法子体会 为什么呢 从来没有享受过 你怎么会体会得到呢 心定清静 没有妄想 没有烦恼 没有忧郁 没有牵挂 真落啊 清清楚楚 明白了 这就落在其中 真落 清静极乐 是最高的享受 我们一般人 在这一生当中 确确实是人生像个大海啊 常想 苦海无边啊 六道真真是苦海啊 确实是苦边啊 苦海无边啊 回头是难 确实是回头 回头呢 一定要找一个依靠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还没有能力超越快 要依靠一个真正靠得度的 这个人物 帮助我们度过这么快 我们要找这样的一个依靠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真实的依靠就是这三宝 宝 是别人 宝是人把它看得极为贵重的 我说 这三样东西可以帮助你度过苦海啊 这三样东西是真实的宝啊 世间的这些宝只给你带来财富啊 不能帮你聊生死了客战 不能帮助你超越苦海 唯有这三样东西可以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 这叫做三宝 三宝是什么呢 经论上 经论上的名称是佛华僧 但是 我们对于佛华僧这个三宝啊 一向就是残缩永统 认识不清 那么你要皈依 你能得到收入吗 这么多事的佛 皈依佛 这佛像 尼菩萨故乎 自身难保 你依靠他 那行吗 依靠佛 这经典呢 这一把火烧得尴尬几几几 这也靠不住啊 依靠深深的出家人 不讲人自己烦恼还没有断 自己生死还没有了 他有什么能力帮助我们 佛教我们皈依的三宝啊 不是这三样的 什么三宝呢 要自信三宝 那就是真真可得主 禅宗六祖惠能大叔 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各位看禅经 禅经里面 六祖给人受皈依 他不是叫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分 他不用这 在我想象呢 在那个时候 恐怕就有人迷惑 会有人误会 所以他不用这个名字 他用啊 皈依觉 皈依正 皈依静 他用这个名字 然后呢 再加以说明 我这 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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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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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规算 他专门做地图 禅宗之位 这教相 像天台宗 弦首宗 发相宗 三论宗 这些宗派呢 是一个经典的教训 输政我们的思想境界 它从正门入 我们净土中跟密中 是关门是清净心 尤其是净土中 净土中有信愿之明 目的呢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就是经验 就是清净 我们心清净的 思想境界一定存在 一定是聚而不平 从一个得到了 那两个同时都得到 这是修理学最重要的康宁 一定要知道 心长一幅 心里头把妄想都放下了 什么都不想了 只想阿弥陀佛 只想极乐世界 所以这部经要数 要尝尝听 常常读 为什么呢 你起心都念 就想极乐世界 想阿弥陀佛 口长称佛 称是念 口念佛 古大的劝我们 少说一句话 少说一句话 多念也胜负 说话都是废话 都是造语 念佛是功德 多念佛 极为功德 这个功德 帮助你往生 帮助你 正高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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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我访问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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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对